现在呢我是在洛杉矶的奇诺市 这个房子马上就要交房了 今天过来宴房 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新房 新房宴房特别好玩 一般二手房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老化会出现问题 新房不是 新房的要不就是好的要不就是坏的 这样呢都就不用考虑那种潜在的问题 不像二手房 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已经快坏了 但是还没有坏 所以这个就要把它揪出来 新房不用 你看这房子这个大挑高多漂亮 坐在客厅里喝个茶 看这大挑高也挺舒服 然后呢这个是开发商准备的饮料啊 还有一些零食什么的 反正能吃就吃点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这个新房呢咱先从卫生间开始 这个水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呢必须亲自过一下手 看看它有没有漏水 然后就几个着重点来测一下 虽然呢开发商它有验房湿 但是呢这些重要的部位我还是得亲自过一下手 你看这个边框上有一块油漆 这个算不算毛病啊 如果是二手房的话 它可能就不算毛病 但是新房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你可以无限提你的需求 让他给你弄好 你看这一个浴缸啊 让这个哥们贴了一圈了已经 所以呢这个规则一定得传达给客户 然后大家分头行动才能找出更多的小毛病来 因为你的目的很简单是吧 就是为了得到一套相对完美的房子 所以在这个规则之下呢 大家就努力吧 大的地方主要是测什么呢 水 电 气 还有各种接口 水呢是有上水和下水 另外呢还有风管也要测 风管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空调的风管 一个是抽油烟机的风管 然后电器呢都是有一年的全保的 所以OK 然后这个窗呢要试一试 推拉顺不顺呢之类的 水路的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看接口 看看它活怎么干的 然后有没有干的不好的地方 新房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 要是二手房的话呢真的真的能讲一天 二手房的话呢你得通过一些痕迹来发现问题 而且还得知道这个活是怎么干的 怎么去修的 你还得能估算出来这个成本是多少 如果遇上特定年份的二手房 或者是特定的地段特定的地形的 甚至有的户型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 这个还得有侧重点的去关注 这个新房验房呢弄了一个半小时 验的很仔细了 基本上问题都发现了 跟开发商打交道呢 第一个你得有一个有经验的人 第二个呢你得人多 然后人多眼睛就多嘛 而且呢最好是了解他们的规则 所以你就知道从什么角度 然后去解决一个问题 去督促一个问题 现在的新房子太高级了 配了好多智能的设备 以后呢有机会去讲 忙活了半天呢基本上都搞定了 还是挺完美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